将射放逐佛世界 方便土跟有余土都是无常 都是有变坏 唯独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 方便土跟同居土 跟射暴土的状况一样 永远不坏 这是很不可思议 这个是难信之法了 不是我们凡夫难信 我们凡夫倒很容易相信 佛怎么说 我们就这么相信 谁难相信呢 菩萨难信 菩萨并我们智慧高 菩萨听佛这样说 他不敢赞同 他的智慧比我们高 他的能力比我们大 摄黄诸佛插图他都见到了 他所见的 如果佛说 尽力常然 无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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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主要记住 专讲 方便同居 这两种净土 不是讲射暴土 射暴土 一切祝福的射暴土 都是射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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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极乐的书身 不是书身在 是暴土 是书身在 方便土 同居土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这里头总有个道理在 真的 是有道理 为什么西方世界 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也能跟射暴土一样 假如 祝佛如来的 这两种净土 比不上阿弥陀佛的射暴土 我们要问 是不是祝佛如来的智慧 比不上阿弥陀佛 祝佛如来的神通道理 比不上阿弥陀佛 决定不是 这个大臣经商 佛常说 佛佛道通 智慧道理神通能力 都相同 都相同 为什么 这个年中众生 衣报环境 差别悬殊这么大 云内在哪里 我们可以说一句 佛的智慧神通道理相同 佛的佛报不相同 要能够从这方面来观察 我们的疑惑就解除了 真的是佛报不相同 这个就是我刚才比喻当中所说的 一切祝佛的插图 这年中插图 老社区 居民毛病很多 极乐世界是个新社区 居民从哪里来的 语言居民一个都没有 全部都是移民过去的 移民那就好办了 你把移民的条件 严格的守住 不符合条件的 那就拒绝 不让他来 你这里居民 程度就珍惜了 那么西方净土 我们去往生 就是去移民 条件是什么 这大家 读净土经的 都知道 要断卧修宣 要专迷回屋 要心尽 这幅途径 真正的条件 是清净心的 由此可知 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是 极功 累得 我们常讲 放下万缘 这个万缘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咱脑习气 统统放下了 恢复自己的信质 这些居民 都有这么好的 各行的水平 衣报环境 当然好 这个大臣经上常讲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 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例外 决定不能违背 这个定律 这个定律是真理 那么换句话说 西方世界 每一个人都好 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私自利 都放下明文立 都没有贪嗔痴慢 所以 衣报环境 有这样的属性 道理在此地 但要意念过去祝福 所修善根 这就是 他将念佛化门 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想象诸佛菩萨 是怎么过日子的 祝福菩萨 是怎样从事 他的日常工作 祝福菩萨 如火除世待人介物 我们要意念这些 怎么被意念佛 这些事情都在这一步经上 因此 首先要把经念书 时时刻刻能提得起 当我们起心动力 当我们起心动力 言语造诸 立刻就能够想到 佛在经上 是怎么说的 我这个念头 应不应该起 我这个话 可不可以说 我这个事情 能不能做 一切随身佛陀 教诲 这是意念诸佛 佛怎么样教 我怎么样做 华音经上说 摄地菩萨 始终不理念佛 意思就在此点 这一句 是净土宗的总纲领 我们念念要向佛学习 所谓是老实念 最重要的念佛的教诲 念佛的行业 他的行为 他的造作 我们应当 怎样向他学习 佛在前面曾经说 去来现在 佛福相念 可见的 诸佛之所以能成就 都是学习前面的佛 我们今天也想成佛 还是这个老办法 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阿弥陀佛在哪里呢 无量寿金 就是阿弥陀佛 这一句很重要 古大德也教给我们 也有人说 这个德本 是指 阿弥陀佛的六字鸿鸣 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名号 万德庄严 所以 支持名号 也叫做德本 这个话说的 没错 能讲得通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能够修成万德庄严吗 问题很多啊 为什么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能够修成万德庄严呢 我们没有一阵地门啊 如果我们用的心 真的是真诚心 是身心 是回向法院心 念这一句六字鸿鸣 那的确是修德本 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心 我们是妄想心 一面念佛还一面大妄想 那怎么成功呢 经上讲的这些话 我们一定要了解 千万不能够误会 黄念族老巨宿诸节里头 引用《观佛三昧经》上一段话 释迦摩尼佛说的 他说 我与释放祝福 即洗印即亲福 从初发心 借因命福三昧立故 得一切的一切种之 从前欧耶大师讲 释迦摩尼佛是怎么称佛的 念佛称佛的 很多人问 很多人问了 这是哪一部经上所说的 确实 观佛三昧《观佛三昧经》上是这么说的 弥陀经上也有 我们一般人 弥陀经念得很熟 都粗心大意 都粗心大意 俗获了 欧耶大师在药节里面给我们颠除 我们在药然大悟 佛确确确实实是念佛称佛的 然后再看《观佛三昧经》上 摄地菩萨 失踪不理念佛 才知道念佛功德 无量无便 念佛 注意一定要记住 不是口念 口念没有用处 是心上真真有 所以念这一个字 你们看看 上面是个经 下面是个心 你现在这个心里头 确确实实有佛 可是我们还是各聊一层 我们今天充其量 心里头有阿弥陀佛的名号 其他的都忘掉了 都没有了 这样念佛 这样念佛不行 要有佛的个心 最低先都要了解 心里要有佛 佛是存什么心 佛是怎样生活 佛是怎样厨师 带人进屋 你心里面对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名号 将来学成功也不过就是一句空名号而已呀 你还能得什么呢 我讲这部经在前面曾经讲过很多遍 很多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 我们什么时候能把无量寿经的道理通达明了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 我们都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这叫做念佛 这是真念 经典里面的教诲 你要是完全落实了 倍分之倍的做到了 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心里头真有啊 有是圆满的有啊 没有欠缺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是十报图上上平往生嘛 你没有办法做得严满 能够做到百分之九十 那你是上中平往生 这样逐渐逐渐往下降啊 下下平往生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想想看 我们对经典上的教训 能不能做到两成 做到两成 念佛才有资格往生 两成都做不到 只能够说这一生当中 跟阿弥陀佛接个法院 这一生往生难了啊 这个是老实话 过去 李宾老常常跟我们说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 两三个而已 为什么一万个念佛人 有九千九百九十多个都不能往生 也就是佛陀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教诲 你两成都没有做到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我常常讲这 孝阳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傻 修师善业 你要把这四句 老老实实 真正做到了 算你做到念成 你算是个善人啊 经常常常讲 善男子善女人 你能够把这四句话做到 你是个善人 这个四句话 详细的解说都在这部经中 我们要好好地去读啊 去思维 观察 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 这叫真念佛 念佛的教诲 怎样 端求善法 善法里面 根本的基础 佛在境界三福里面告诉我们 孝养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傻 修师善业 众生 造作罪业 最重的是杀生 特别是杀害的小动物 小动物是过去造的业 罪业太重了 在出生到变成这些弱小的动物 这个都是酬长夜报 他来还命债 我们过去的生中 深深深深深深 欠多少众生的命债 当然 众生也有欠我们的 这种冤冤相报 永远 未了 非常残酷 我们明白了 就真正回头 彻底回头 再也不伤害他 伤害这些动物 不伤害动物 知道就是不伤害自己 爱护小动物 真正爱护自己 自祷是一页 不伤害 善法到旧经之处 就是持命念佛 求神进度 所有的一切善法里面 没有比这个更善 这是到了顶点 因此 我们要 明白 这个理论于四世真相 我们要认真修 究竟圆满的善法 怎么修呢 劝人念佛 求神进度 这个是善法 达到究竟圆满 怎么劝法呢 我自己要真干了 我自己不肯修 劝别人修 人家不可以相信 我们自己要真修 不但要真修 而且自己要发个愿 灵命中式 表演也找给大家看看 那就能度很多众生 要叫大家了 深信不疑 就我们自己 日常生活当中 认真 努力去做 世间一般人 出发心的时候 那个愿 好像挺坚固的 实实在在说 经不起 时间的考验 古人有所谓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很诚心 学佛二年 佛在天边 居立员呢 学佛三年 佛画云云 没有了 这说明是 说明 你发的那个心 叫露水到心 露水很短暂的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这怎么能成就 不成就就罢了吧 可是你不晓得 后遗症 可麻烦了 这个很少人想到啊 后遗症是什么呢 让社会大众看到你这种行为 对佛法生轻慢心 生悔一半性 这是由于我们自己做的不善 对别人造成口实 别人造许多严重的罪过 是我们引发他的 引起他的 我们有没有责任 不能说没有责任 佛法 出家 不好玩 这个一定要知道 做的不如法 就是破活活生 我虽然没破活活生 但是我做的不如法 佛所教会我们的 我们没有认真地去做 给社会大众看到 疑惑 毁谤 造种种 口音 我们这个过时 就该堕地狱了 古人所谓的 地狱门前 僧道都 我这个话 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造作一切不如法 给社会大众的口实 我们就要承担最后 所以至于 一定要坚定 不能够体验 普贤菩萨 他发十个大愿 诸位都晓得 十大愿望 没愿 落后 都说 时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无欲耐尽 我们也常常念 念完 立刻就忘掉了 没有把它记在心上 没有把它当这回事情 譬如 离尽 而虚空间 乃至烦恼 无有禁锢 无此离尽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于意义 无有疲 这是真正的 至运不觉 当然 这个是 发生大死 本就 胡萨的 红烈 我们做不到 也要认真 努力 去修学 不能说 做不到就算了 菩萨红烈 注意 一定要知道 不再行事 要再实质 能修普行行的 念佛 决定往生 不但往生 一生到极乐世界 一定是在 时报 断言土 绝对不是在 同居图 三变图 不在这两图 决定在 时报 状言土 只要我们认真努力 真做得到 金刚 般若 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 一切 法 得臣于人 我们今天修行 功夫不得了 修行这么久了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消息 要忙 毫无讯息 你有没有把握 不行了 没有把握 为什么 从前人修个三年五载 就真有把握 我们今天搞了三五十年 还是没有把握 原因在哪里 没有忍耐的功夫 这才知道 这个忍耐是多么的重要 可是人力成就之前 在本经 也给我们说了一些 新决的条件 你看看 头一句 不给重苦 烧欲知足 这都要忍耐啊 贪图享乐 不能吃苦 这个人没有忍耐 换了一句话说 他没有成就 既是有成就 也很有信 这八个字很重要 我们绝对不能够看清了 佛当年在世 快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学生 学生们很多 向佛请教 你老人家在世 我们都是跟你 以你为老师 你老人家不在世了 我们要以谁为老师 那么大家都知道 佛说了 以戒为死 可是佛还有一句话 我们俗话 我们俗话 以苦为死 就是这两句 不积重苦 少欲知足 这是以苦为死 生活过得苦一点 好 为什么呢 对这个人间 没有贪念 容易处理 处理六道轮回 容易 如果你的生活过得太富裕 你觉得这个世界不错 极乐世界 往听说 没去 没看见 那不能做素 还是正好 对你这个世界有贪念 这个对于自己 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好不容易遇到这个机会 错过 那么应该怎么办 佛菩萨 佛菩萨做种种视线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有福报 应当把这个福报 不失给了一些没有福报的众生 给他们去想去 自己不要去想 自己有福报 自己有福 享福 在人家说 天经地义吗 在修道人来说 你错了 你有福 享福就害了 那个福就是魔 障碍你的道业 你要是一转过来 把你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去想 这是真正智慧 语言里一切众生 你真正超越了 这六个科目 第一个诗 敬业三辅 这是基础 这里面说了三条 必须要做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司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这头一条 你把这条做到了 人天福报 你到 这三辅 人天福报的 修学方法 第二条 是从这个基础上 再提升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位 二臣福 就是阿罗汉跟辟治佛的福报 从这里咋跟着 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菩萨的福报 所以有人要问的话 佛法到底叫你们修学的是什么 你把这三条说给你们听就对 大臣菩萨了 这个是一句圆满的 三条圆满的 我讲经也常说 如果我们具足第一条 灭佛 往生西方净土 生凡圣 通知 你具足两条 一共有七句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方便有余土 如果你三条都具足 总共是一句 你都做到了 一身十报 状元土 这是佛法的 基本教义 我们学佛学不好 就是把这些事情 疏忽 我们在家庭里面 能跟父母处得好吗 能有那一份孝顺心吗 如果嫌弃老人 思想 浮化 成就 跟不上时代了 这不行啊 这是大哭笑啊 那么换句话说 佛门里永远走不近 一念佛念得再好 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也不回来接引 为什么呢 不孝父母 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的人 都是大孝之人 没有一个不孝顺的人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佛念得再好 不能往生 佛教导我们 没错 一开头 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 所以不孝父母 不敬思长 念佛不能往生 你看这个话 到这个地方来 还是 恭敬三宝 封死四掌 总是念念不忘 只能报恩 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 没有一个是不孝顺 没有一个是亡恩复义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什么叫恭敬三宝 奉死四掌 无忧虚伪 禅取之心 话不是这么随便说的 一定要懂得他 这个精粹的意义 如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敬宗的祖师大徒 常常提醒我们 老实念 无有虚伪禅取之心 才是老实 思维是假的 禅取 我们一般人讲八戒 逢添 心熟不正 他怎么会成就 经文 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 这不是几个终点呢 能讲得清楚 所以学佛 要用真诚心 真诚心里面 决定没有虚伪 没有虚伪 要用清净性 要用平等性 要用正觉慈悲 这是我们从 许许多多经论 集结了十个字 平常大成佛法里面 常说 发菩提心 这句话不好懂 我们把它换一个说法 大家就好懂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就是无上菩提心 无论是大臣教臣 宗门教侠 都是从这个地方学起 没有这个心 你就决定不能够入佛境界 不但是入佛境界了 你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都打不到 这才知道 发心的重要 这才知道发心的重要 恭敬三宝 奉死司长 真诚心向道 这是菩萨修行的大根大本 世尊在一切经论里面 以无比肯切的言辞 来教导我们 我们决定不能够束缚 直到这一身修学 成败关键 就在此地 祝福菩萨 实现在九无法界 他为的是什么 用我们凡夫的话来说 帮助我们救 他就这一桩事情 他什么都不为 他没有自己 金刚经商所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他来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 帮助众生救 四项事件破了 才真正能帮助众生救 如果还有四项事件 他自己本身没觉悟 他如何能帮助别人救 那么我也常常在讲习当中 跟同学们互相勉励 我们学佛也学了不少年了 为什么还不能入这个境界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在这八个字 我们自私自利 这一个心没有放下 造成了严重的档案 我们入不了门 你果然放下了自私自利 用佛法讲呢 你就破了国相了 破了国界了 破国相 破国界 我们讲根本烦恼 这个不是佛经里面讲的意思 见思烦恼里面的根本烦恼 你破了国相 破了国相 破了宝恼 你才能其如境界 入佛的境界 佛说的这些话 你都懂了 如果 裸相裸见还坚固在执着 说老实话 佛讲的这些话 我们不懂啊 天天念经 经历的什么意思 不知道 看古人读解 也看不懂 什么原因 自己本身有障碍 自己一定要晓得 障碍是从自己本身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产生的 这个障碍不突破 就没有办法入佛门 再说的 我是跟你讲真话 这个障碍不突破 灭佛不能往生 灭佛的人多 过去黎明南老居士长讲 一万个涅佛人能往生的两三个人而已 什么原因呢 这两三个人把自私之力放下了 他往生了 那么多念佛人 自私之力没放下 其心动念 还是为我的利用 这个念头啊 把自己造成严重障碍 这是你的现象 没有觉悟 丝毫觉悟都没有 那么念佛往生 古大的度数 这个法门叫异形当 实在讲也不容易 比跟其他法门比 这个法门容易 为什么呢 其他法门要断烦恼 这个法门不要断 所以不断呢 他要服烦恼 你要能把烦恼克服住 烦恼虽有 不起作用 你才能待业往生啊 烦恼常常起作用 你就往生不了 我们同修 一定要记住啊 烦恼稀气 现在就要放下了 不要认为 现在还不要紧 到临终我再放下 临终你有把我们放下吗 如果临终的时候 变成痴员痴症 怎么办 那就完了 为什么会变成痴呆症呢 放不下变成的 你果然一切放下了 临终是绝对不会有痴呆症的 佛在大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 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 种种病痛都是从心想生 心想的不善 心地完全是纯善 这是怎么会生病 为什么纯善的人不生病呢 纯善的人没有母 谁生病 有母 母才会生病啊 母没有了 谁生病 病来了 没地方坐落 找不到坐落 有我才有病 无我就没有病了 不但没有病了 你再想想 死也没有了 有我才死 谁死 我死了 我都没有了 谁死了 没有死 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私之力 把我放下丢掉 那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跟凡夫不同 就这么一点 我们要真正说佛菩萨 就要把我把自私丢掉 一了意不依不了意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什么叫了意 了意是对于自己这一生 有真实利益的 这叫了意 对我们这一生 能有真实的利益 那这个就对我就是不了意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在一切经里头 选一部经啊 这了意 你选个几十部 几百部经呢 那就不了意 为什么呢 你决定得不到利益 一定要奢価自己的更新 奢価自己生活环境 选择一部最有利益的经文 对我们现实生活有帮助 对我工作也有帮助 我学了真能够用得上 这个经典对我来说 就是了意 而合法了意的就 有更深一层意思 就决定要帮助我这一生当中 脱离六道轮回 才算是真正了意 我现前得利益了 将来不能帮助我在这一生 脱离轮回 这个经教对我就是不了意 这叫我们选择的标准 这个是意乏了 前面三条交给我们 选择法门 应当考虑哪些条件 我们来选择法门 佛给我们暗示的 末发净土成就 这个法门是好 这个法门不大 你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 还超越受法界 你看许多法门 可以帮助你 脱离六道轮回 整的阿罗汉谷 辟治佛谷 全教菩萨谷位 出不了舍法界 但是那也算了意 了意是不能说是就近了意 静宗法门是就近了意 这一生当中 不但你超越六道了 是法界也超越了 不但超越是法界了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正的阿为悦志的国位 所以叫就近了意 这个是稀有难逢 难逢难逢的法门 正是古文大德所说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不要认为 好像我们得来太容易了 得来实在不容易 人生难得 佛话难闻 尤其是净土法门 果然有这个缘分得到 只要你能信 能解 能一教分行 这是教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读的这部经 就是净土宗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无良寿经 依照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 教会认真去做 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成就 一丝毫 疑惑都没有 决定成就 念佛不能往生 说老实话 这个十句没有做到 你要把这十句做到了 你就肯定往生 一丝毫怀疑 从现在起 很认真的学习 善呼口意 不及他过 静宗的修行 从真的修行起 过时 你看看 跟谈经里面 六祖大师教人的方法 完全相同 六祖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们今天修行 之所以不能成就 原因在哪里呢 先听看到别人的过时 眼睛看别人过时 耳朵听别人过时 嘴里头说别人过时 这叫造业 天天不断在造业 念佛还想往生 这不可能的事情 就读这个经之后 我们教他 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 过去台中黎宾南老居士常讲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一两个 万分之一二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念佛不能往生 你把这十句经文多念几遍 你就明白了 他为什么不能往生 他没有真修啊 他不懂得 这个道理啊 不了解四十真相 西方叫净土 你想想什么叫净 而且佛在经上有常说 心净在佛途境 眼睛看的是过时 听的是过时 说的是过时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呢 心不清净 怎么能生净土呢 所以念佛也不管用 一天念十万神佛号 念一百万神佛号 都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心不清净 于是口业就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什么叫菩萨 菩萨修学的纲领 我们要不要学 因为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总的要搞清楚 菩萨是古印度 繁于里面的评词 他的意思 所以菩萨 所以菩萨是众生 所以菩萨是众生 我们也是众生 那他称菩萨呢 他发了大道心 我们没有发心 发大道心的人呢 这个人就称之为菩萨 什么叫大道心 世出世间的大道 就是成佛 做佛 所以古德常说 常用两句话来解释 上求佛道 下法众生 这种人就称为菩萨 那么下法众生 容易懂 上求佛道 往往我们就把它俗获了 菩萨心目当中 他的念望只有一个 他走的是成佛之道 他不是走其他道 那么换一句话说 菩萨必定是心心念念 都在念佛 念佛成佛 这跟普通人不一样 普通人 届时是念佛的人 我们念佛堂 同修很多 在座的诸位 都是念佛人 那你们是不是菩萨呢 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进念佛堂就念佛 出念佛堂 就把佛忘掉了 这个不行啊 常常忘掉啊 要念佛堂 要念佛不忘啊 就行 所以我们一般人 总是忘不了自己 忘不了自己的烦恼吸气 忘不了自己的分别执着 所以不能成为菩萨 那我们要想学菩萨 要想做菩萨 一定要记得 这个敬宗法门呢 是菩萨的大道啊 是菩萨的洁净啊 心有难逢 大师之菩萨跟我们讲的好啊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也一定见佛 这就是标准的菩萨 我们要牢牢记住 念念不忘 事出事法 唯一由这个法门殊胜啊 僧僧事事 搞六道轮回错了 一定要在这一僧当中超越 求得就近殊胜的 果得 这就对了 那这一次 我们到这个人间来 就有意义 有价值了 决定不造物业 物业是物业带来了烦恼 带来忧虑 带来不安 为什么不安呢 人不喜欢你 人不喜欢你 跟你借冤仇吗 鬼也不喜欢你 佛菩萨了 佛菩萨了 也跟你距离远了 你身心都不得敢吻了 人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断屋修身 你能够断屋 这些冤家母王外道 就慢慢跟你距离远了 你行善了 祝福我 善神 善人 天天跟你距离了 这个号 断屋修善 要从其心动念处做起 不但我的言语没有 我的行为没有 我的念头都不能生 这比什么都重要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 念佛肯定往生 如果还是造诸如荫 心地还是不善 纵然天天念佛 古道都讲得好 口面弥陀 心散乱 含泼喉咙也往然 不能 什么道理 佛在经上讲得很多 那个世界是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我们的不善的人 跑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去了 给人家也个个不如 不是一类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念佛基本的条件是修善 这个设善业道 是无量化门 共同的基础 这个在敬业三福里头 不是讲得很清楚 同一条嘛 校养父母 奉司司长 雌心不杀 修试善业 无论是大臣小臣 宗门脚下 邪教 内教 都是这个根本 都是这么一个基础 基础根本不修 或者修不好 你要想八个法门 修成就 没有这个道理 今天 许许多多 修学的同修 无论在家出家 即是年下来 功夫过得力 什么原因 基础缩合掉 我们要想真正成就 成就自己的智慧 成就自己的德能 不能不在基础上 想法 无论是宗门教下 喜阴教 乃至于小臣 心得独教人 从根本修 根本就是个心 心决定要真诚 什么是真诚呢 清朝末年 曾国藩先生 在他读书笔记里面 将这个臣 做了一个小住 他住得很好 一念不三 是为这 这个意思 跟佛法里面 所讲的相同 一个杂念都没有啊 什么叫咱们 什么叫咱们 无信心 不相应的念头 就是咱们 就是忘年 尘就失掉 我们世间 一般人讲 意志集中 精神集中 那也是陈弟死 集中 就不会散乱 这个散乱 就是一般常说的人 提不起精神 这是心思 散乱 心思 浑沉 人显得 没有精神 修行 要掌握到 中心 心要清静 心里头 不能以为 丝好东西 这个花 设起来容易 做起来 可不如 几个人能做到 可以说 没有人能做得到 能做到的 这个人是圣人 他不是凡夫了 那我们怎么办 去佛菩萨词的也 佛教导我们一个方法 念佛 这就好办多了 我们要在心里 一个念头都没有 不容易 有一个念头 不要有其他的念头 就用一个念 把一切杂念打断 用一念 这一念 阿弥陀佛 佛号 所以这一念 这一念 这一念叫正念 你心里念阿弥陀佛 这一念是正念 可是要记住 我们今天念的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真理 不是真正的真理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是 有心念佛 所以这相似 什么时候念到 念而无念 我无念而念 那这一句佛号是真正的真理 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这两句话 你们可以听 不要去想 为什么呢 不是我们的境界 想不到的 一想就变成妄想了 真念也失掉了 也相似的真念 都没有了 所以不要去想 自己哪一天 入这个境界 恍然大 原来是这样的 学人 初步要希望入门 一定要知道一门神 你才能入得了门 为什么入门这么难 我们看看 古来祖师大德的传记 注意看看高僧传 看看居士传 善女人传 都收集在大藏经里面 那些人 学佛的三年五载 都开悟 为什么我们今天搞了几十年 你那个物点 边际都找不到 你怎么办 绝对不是 我们的能力不如故人 那你这样想法就错了 实在说 我们的方法没有故人的好 故人的方法正确 这个方法 是符合相传的 足足相续的 我们今天 疏忽了 这个方法 就是一门神 没有别的 一门呢 他心是定的 心是亲近的 我们今天这个心 定不下来 好奇 昨天回来 我在飞机上 看到 物凭法师 在看内眼镜 内眼镜不是不好 我问他 你学什么 我先学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还没有看 物啊 你怎么可以看 那眼镜 好奇 完了 好奇先就完了 这不老实了 不能也没神如了 什么时候 叫你看一切经 开悟 故人这样 悟后 其修啊 开悟之后 你看一切经 就像 过去 龙树菩萨一样 我们在镜上看到 看龙树 看天心 那个三藏十二部教 人家三个月就开完了 就通达了 要悟后啊 真正是大车大悟 明星见星之后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 三个月通达太多了 这个例子太多了 你没有开悟啊 你一辈子都不会同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 要学老实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中央公义部经 喜欢问言 中央公论言 那就对了 一切经论里面 你只选一样 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师尊这一句话 我们要记住啊 选择经论 一定选择 奢何自己程度 奢何自己修学环境 你就不难了吗 你学的这些经论 因为你自己生活环境不相应 你学起来困难 所以古大德常说 法门里就有异形道 异形道的反面呢 就难行道了 奢何自己根性的 奢何自己程度 奢何自己生活环境 那就要异形道 在这个末法时期 异形道 确确实实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里面 异形道呢 那确实是 持命灭佛 佛家讲 讲的智慧 是有两种 一个是世间智慧 不是从禅定里头得来的 那不叫真智慧 真智慧 一定是从禅定里头得来的 这叫真智慧 我们要评论清楚啊 我们要求智慧 求薄弱智慧 就不能不知道修订 我们念佛人 是有定的方法 高明啊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我们这个方法 最出身 所以佛在大基经里面讲啊 念佛时 无上 神妙禅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修禅定 这个注意一定要懂得 修禅定的方法 手段不相同 目标完全相同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念佛法门 也在其中 是方法 是手段 三学里面 这是属于戒许 都是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都是修禅定 禅定到达之后 智慧就开了 学佛 终极的目标 是开智慧 开智慧 非禅定莫属 禅定是我们修学的枢纽 戒律是我们修学的方法 多弱智慧 是我们修学的目标 总的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然后晓得 我们的禅定怎么修法 六根戒出六尘境界的时候 齐心动命 赶紧阿弥陀佛 就修禅定了 用这一句佛号 把外面的诱惑打掉了 内里面的烦恼也扶住了 内外都归结到一句佛号上 古人讲啊 以阴命 化解一切外面 那么到什么时候 这是李业心呢 李业心这个一念也没有了 所谓的是念而如念 五念而念 华言经里面讲的一度不二 那是李业心的境界 这个境界陷阱 这个境界陷阱 智慧就开了 自信不若 陷阱 智慧开了之后 万死万无 只一解除 就通达九明两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光学到文了 不必老死了 无私治 自然治 这个时候 读性情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讲的这个一切经 我们今天归拿为三藏经典呢 我想在这个时候 顶多三个月 你就全部通达过 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啊 为什么呢 智慧开了 都要记住 智慧是决定要通过禅定的 那我们今天的禅定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无上深妙禅 无上深妙的意义 各位必须要记住 我们这些佛号干什么的 破我们的妄想 破我们的执着 说得更贴切一点的 破一切诱惑 破一切密度 你这叫会用功啊 言见识 起了贪心的 阿弥陀佛 把那个贪断掉 贪是烦恼 断烦恼 外面是诱惑 一句阿弥陀佛 外面诱惑 抗拒了 里面烦恼 辅定了 这个念佛叫功夫得力 那么功夫不得力的人怎么样呢 阿弥陀佛照念 照样受诱惑 照样起心等念 这就没法子了 这个是寒破喉咙也枉然了 这不能成就的 什么人出三界呢 自私自利的那个念头啊 断尽了 一丝毫都没有了 这种人称阿弥陀佛 他没有自私自利 他不在三界里面了 他超越了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 你发个狠心 能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干净 情形动念 都是为别人 为社会 为众生 决定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 你现在就振巴罗汉国 那么你这个身 在这个世间呢 佛家讲叫最后身 为什么呢 不再轮回了 这个生命写掉之后啊 你就超越三界了 那你要不肯超越三界 再投胎来做人呢 成愿再来 你不会迷失 这个是慈悲心 你跟这个众生有缘 这个肉身 毕竟是个物质 用的时间久了 它总要坏的 寿命再长也不行 它总是要坏的 坏了要换个身体 这个换得很自在 自己清清楚楚 就像我穿衣服一样 衣服怎么爱惜 那个衣服也会要破坏 破了之后 换一件新衣服 确确确实实没有深思 这个道理我们总要懂得 总要明了 要认真 要认真 努力去做 可是这些话了 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是真难 佛实在是非常慈悲 为我们这些不容易做得到的 这些人 这叫大开方便之门 开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法门修学 那再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要做一个比较呢 那实在是方便太多了 容易太多了 这是佛慈悲道的基础 为我们开出念佛法门 我们以这个法门 在这一生当中 肯定成就 那么 各位要记住 能不能真的成就 就看你自私自利的念头 还有多少 可以不完全断掉 但是要减到最低限度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记住 确实是没有断掉 但是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 这种人叫代业往生 生极乐世界 凡胜同修土 如果自私自利的念头 害苦了我们自己 这个东西对我们没有好处 真正明白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其心动念 无不适为一切众生 天经量不必多 不要听很多种 要重复 变速要多 古人常讲 度数千遍 奇异自尽 这是古人定理标准 至少是一千遍 你们如果能够相信 你拿到一部经的 这个录像带 你要能听一千遍 你就会开悟 为什么呢 能听一千遍 你的心定了 我判断你能开悟 是从这个理由上来说的 你心定了 定心起用 就是智慧 凡复最难的 心乱 心定不下来 一部经听一千遍 心定了 所以这种听经 是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非常好的修行手段 如果 你要是找不到这些奖金的 而光碟 录像带 这一次 诸位同学到这里来 我特别赠送大家 廖凡四讯的 这个连续剧 两片 大概是两个小时 我们计算时间 你们能把这个两片 听上三年 每一天听一遍 一天都不缺 听上三年 你的心也定下来 你的命令就转过来 这个是实话 就这两片东西 三年不间断 三年也是听一千遍 一天一遍 一年三百六十遍 这三年是一千遍 然后你念佛 求生 祈放 极乐世界 肯定往生 住在专进 不再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注意无上 真正之道 我把这句话 落实 也不尽 听上一千遍 你就注意无上 真正之道了 那真诚的标准 人是什么呢 注意看过 表凡世勋 表凡世勋 云国参事 就说到 他拿法符 念咒 在做笔 一念不生 为之辰 当中架杂一个妄念 心就不成 一个妄念这么有 这个心化符 符灵 念咒 咒灵 念佛 佛也灵 确实 赶紧到教 当中章爱 祖阁 我们今天 我爸佛 佛不灵 念咒咒也不灵 念佛 佛也不灵 什么原因呢 架杂着妄念在里头 就明妙行菩萨说的好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话说的是什么 你做起来 不然 因此 古德才给我们说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为什么呢 经太长 要想不夹杂妄念 难 咒比经短 短时间可以控制自己 不期妄念 但是咒跟佛号比呢 那咒还是长 佛号 阿弥陀佛四个字 阿弥陀佛 这一句里头 决定不夹杂妄念 这一句就人了 我们念诗句 诗句里头 确实不夹杂妄念 这个诗句佛号就 我们其常的 这个诗念法 道理就在此 不比较你念的很多 很多一定夹杂了 希望你每一天 念的次数动 时间短 时间短里头不夹杂 这个功夫就得了 慢慢的再把时间夹杂 这个事情急不得 那么现在 我劝诸位同修 一天念九次 你念上三个月 念上半年 你一天 念十次 念二十次 这就有进步了 三年之后 你每天能夹念上三十次 四十次 你对功夫 不断在进步 这不是退步 这是好现象 所以 照急不得 世出世间法 都没有例外 欲俗则不得 要慢慢的来培养 世尊当年在世 讲解 进途 法脉 为什么要多次宣讲 大城 无量寿经 传到中国来之后 从汉城 从后汉 到宋城 八本年间 八本年间 翻译了十二次 大藏经上 有目录 翻译最多的 为什么 佛为什么多次宣讲 修进宗的同修 跟心里不一样 佛要多讲 诸四大本 为什么要翻译 这么多本子 中国这个地区 于禁宗的语言很深 但是 每一个地区 众生更新 也不一样 十二种本子 摆在面前 有人喜欢这个 有人喜欢那个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他的业障 稀奇在中 他喜欢这个反对呢 喜欢那个反对这个 错 这个是不懂得佛的意思 开经纪里就说 欲解如来 真是意 不容易 金刚金沙 佛说得那么清楚 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呢 那么这十二种一本 这十二种平等 没有高相 或者这十二种平等 没有高相 后来 这些大本们的 会计的本子 也没有高相 都是平等的 借淫 越来越累的根基 喜欢 康生凯的本子 从这个本子得度 喜欢 王公书的本子 从龙书本子得度 没有一个不得度的 为什么呢 都能够念到 清净平等就 静中法门 他的总高灵 总原则 心尽 这佛图 所以 我们清楚 我喜欢这个本子 排斥那个本子 你的心不清净 能不能心尽去 本能曾经 心不清净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给人吵架 哪有嘴巴花 这不可能的 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进去海关很严 打得很严 你这个人喜欢吵架 心不平 不会让你去的 你就是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古德江 寒破喉咙 要我让 为什么呢 心不清净 所以 明白这个道理的 什么样的本子 多好 日本人传的真宗 他们来周刊 也好 为什么 只要你念阿彌陀佛 但是 如果你要是反对其他的 我肯定你不会往生 西方世界 没你分 要怎样成为往生呢 你这个方法 你那也不错 你心完全是平定 完全是亲近的 看到任何人 任何发文 都是欢喜的 你肯定往生 为什么呢 你真的是善人 什么是不善呢 妄想分别执着 不善 那是度上善人 聚会一处 你的心情不善 你怎么能往生 九十几 净土殊胜在哪里呢 殊胜在阿弥陀佛 本院威神的价值 我们没有达到一心 只要求功夫成片 就能往生了 这个说再讲 跟所有发文比较 那是方便 太多太多了 修学任何一个发文 功夫成片 不能成就 功夫成片 这是净土宗的话 在其他宗派里面讲 功夫得力 功夫得力 在净土里面 就是功夫成片 他那个功夫得力 不能超越六大轮回 为什么呢 没有断烦恼 功夫得力 是可以把烦恼控制住 我们讲的 服烦恼 服烦恼 而没有断 没有 所以 充其量 只能够修得一点 人天 佛报 这种人 他不会躲上我道 他来生的时候 会想 人天佛报 比这一生 更有智慧 更有佛战 出不了三界 不能了生死 要想超越六大轮回 一定要断烦恼 要断 见思烦恼 你才能 出得了六大轮回 这个就难了 见思烦恼的根 是五直 念念当中 有我这个本位 你见思烦恼 就干不了 所以见思烦恼 断了 就是金刚经常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守者相 无下 无戒破了 决定不再职者拥护 阿罗汉真的 所以阿罗汉 超越六大轮回 不四圣发迹 距离一阵发迹 依旧还很遥远 但是 在我们进度中 不必要这个功夫 只要能控制住自己的烦恼 控制住自己息息 这就是功夫的烈 功夫成片 就能瓦瑟 那么佛说得很清楚 这种条件往生 深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通绝土 如果见思烦恼断了 物质破掉了 也就是说 自私自利的念头 真的断了 确实有了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深方便 有一处 这个难 不容易 所以 敬宗这个法门 能够普度一些苦难众生 他 第一方便 殊胜 就是他的凡胜通绝土 那么如果讲到 时报端影图 说老实话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陆 阿弥陀佛的 时报图 跟一切祝福的 时报图 无二无比 不能说殊胜 他的殊胜 就在凡身痛 无比 无比 的殊胜 许多人 不明白 这个死实真相 清世了 尽宗法门 不肯 修行 这个就是 经上讲的 他的 善根 福德 因约 不知足 所以 遇到这个法门 能信 能发愿 能求往生 这种人 都是过去 无量 接种 修极的 善根 福德 因约 正如 弥陀经上 所说的 不可以少 善根 福德 因约 得生非苦 凡是念佛 往生 即使是凡胜 同居徒 下下平 往生的人 都是属于 多善根 多福德 多因缘 这三个条件 居足 那这一生 肯定 得生 所以我常常 劝导 我们念佛 同修 不看报纸 不看电视 外面发生 什么事情呢 通通 不知道 人家问起了 每一天 天下 太平 没有死亡 我没有看到 也没听说到 所以心地上 就不紧张了 也就没有 忧虑了 我们把这个 也 断掉 那么也许 有人说 身在 现代 这个社会 许许多 事情 你不知道 怎么行 那我们再问他一句 知道了 有什么好处 如果知道 带给我们 是忧虑 不安 恐怖 那不如 不知道的好 不知道 我平平安安 过一天 知道 这个心情 都不安宁 但没有我们 过得自在 过得舒服 还是不知道的好 老实念佛 我只知道佛 我只知道 经上 给我们讲的 极乐世界 还是这个好 把心定下来 不要被外面 境界所困扰 不要为外面 境界所 动摇 这就好 那么要想在 这一声当中 确定往生 这八个字重要 修菩萨行 机构为德 说再讲 关键就是在 修菩萨行 机构里德 是修菩萨行 的 晨义 你修行 有成果 菩萨行 特别是 普贤 菩萨 的 大行 这是 前面经文 一直讲 都 注重在 普贤 菩萨 大行 所以 西方 极乐世界 是 普贤 菩萨 的 法界 那我们再想想 总结 前面 大平经文 所说的 都 离不开 十大愿望 就是这 后贤 行的 十八纲 我们必须 牢牢记在心里 灭灭 灭不忘 对待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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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不变 善心 不改 本上 我们的修行 功夫才得利 遇到 别人 陷害 我们 找我们 麻烦 我们就有 怨恨心了 那你还是 反复 不管你修得 怎么好